这三个比承受如何 约齐会超过博特成为最强白人吗 最强白人目前没超过呀 你冠军数太少了 再这点还那句话 你MAP拿的约多 你如果冠军跟不上的话 两指尖形成倒过 你是团队球员吗 那人家归根结底会怀疑的 你别说你数据好 你又三双之类 猛拿三双王呢 那猛拿是真正的团队球员吗 不见得吧 你通常如此 你拿了三个MAP了 至今为止就一个冠军 你能说明啥呢 你能说这个单会接近 他最近这一到两年 他阵容配置的不够吗 甚至健康程度 你都比对手好 最近两年 整个单会接近 旧赛季节 首发阵容没有有一个人 缺起哪怕一场去旧赛 一个都没缺 那结果你就拿一个冠军 似乎就有点磕 所以这上MAP 给就有点无厘头了 很多人就是 有点捧臭脚了 就是一看约齐啊 现在又新看MAP了 当时就开始吹起来看 而且很多人都不懂得 MAP到底他应该评选 支持一种什么样的国际 评选的不是当赛季 站立榜第一的 毫无疑问 约齐是如今阶段 纯个人实力 角度他是高我赛上 其他人肯定比他的话 个人能力还是相形见绝的 但是评选的是 本赛季发挥最出色的 约齐明显不是发挥最出色的 因为篮球游戏 他即便说是评选单人的个人奖项 但是呢 MAP奖最有价值球员 他对最有价值 一定也不能光体现在你的个人数据 还得体现你之于团队的意义上 亚历山大之于团队的意义 本赛季明显强于越级 个人数据人都不必拉垮 为什么不给亚历山大呢 球队高跟猛进 提升了10场的 这种胜负之潮 上次一季还是第10 今年就干到第一了 这胜负草局拉的多大呀 你为什么不给亚历山大呢 这就属于是不证之风 没办法 这就是上一载赛 有时候没法讲 就这玩 MBA你看一乐就得了 有时候无论场上吹防 看起来有明显的明星哨啊 还说这场比赛突然之间 他的吹罚逻辑 就已经违背了 这一整年 季后赛所强调的 吹罚宽松的防守环境 那只能说 他人为的 会对比赛进行一定的干扰 包括奖项的安排啊 分法啊 包括很多的媒体啊 当时都突然下来的 就好像当年 把那个MAP奖杯 投票投给了 常规赛 甚至排名吸不到数的 添沟假扮一样 瞎给 MAP是季战利益啊 对啊 如果季战利益 那麦克尔乔丹得拿几个 他理应是拿十几个吧 麦克尔乔丹整个哲学生啊 我认为 他即便是没夺冠那几年 他的个人战利 都是联赛第一 毫无疑问呢 那咋没给他呢 再给一点 MBA我感觉他应该 换一换 面孔了 那亚历山大 他是新人 如果他拿到MAP了 影响力力和不压了 这帮玩意 也是瞎 瞎跟着评 没有一个公开的辩论环境 这帮人平时都天天辩论 为什么关于MAP评选那块 他不公开辩论了呢 就好像呢 你看美国的竞争总统似的 你电视辩论一个 他没有辩论 没有辩论环节 暗箱炒作就都给平了 哈登有必要留在快船 等待十几有变吗 卡布达加乔治加一帮领数 能换这么干嘛 快船高层怎么做才能上岸呢 哈登有没有必要留在快船 等待十几啊 等啥十几啊 蓝亚德你还对他抱有期待 你这是 你要是哈登的经纪人的话 你不把哈登整个职业生涯给打过 我要是他经纪人肯定要立主 哈登赶紧离队了 一只快船队给公子 这会儿给的肯定是微微所处啊 磨磨叽叽的 他连保罗乔治都不愿意给顶 自母哥人怎么可能给你交易 自母这种的话 他只有自己成为自由球员 然后自己走 这次出现可能性呢 交易想也不要想 除非自母哥主动要走 那冲什么要走呢 走平时就怪船呢 扯大 你讲这个根本就是 不存在操作的可能性 一点现实的可能性都没有啊 哎呀 快船高程怎么做才能上岸呢 上啥呀 沉了 这次球队重建 这没必要上岸 往哪上岸 蓝亚德他都 机会在享受 他都不到现场 就这种球员 他很明确就是 他不愿意 让这个队伍再具有凝聚力了 但凡他干点老大应该干的事 他肯定到现场了 就我可以打不了 但我起码得跟球队站到一起吧 他也不啊 那你说这老大都这么干 那这球队哪有凝聚力 还可以跟他快船 快船一点钱都没有 吴木一鼠 今年西北总级赛MAP 概率目前排前三 分明是哪些球员 赵基伟能三连接梁朝吗 总级赛MAP啊 总级赛MAP 目前看基本是辽宁队内 辽宁队内的话 上一个也不是赵基伟 上一个不 那谁嘛 张志林嘛 我判断啊 如果是打那个新疆的话 张志林有点难发挥 为什么 新疆队风险挺强 有阿卜杜上栏目 有麒麟 不太好打 阿卜杜这个防守 别看横移速度弱一点 但体型体格 能跟张志林队上 张志林打折奖 不是打新疆的话 应该不会主打他 主打谁呢 后卫啊 赵基伟啊 因为赵基伟 撤动莫兰德 包括韩德军 新疆内线 我认为没那么强 包括那什么 看起来这个挺装实的 长得跟巴特似的 他对付不了 韩德军 曼杜德呢 他的移动速度 激动灵活 我估计赵基伟啊 能完转的挺理想 在这个总是MVP 他这评选方式呢 对于组织后卫天然有利 你只要控制出手术 你保证每次出手 都很冷静 很合理 你不执行那种高难度 单打回合 那么最终MVP啊 就不是你的 所以我认为赵基伟啊 按照公式颁发方式 他是更有优势 尤其结合新疆队 他主要明星都体现在访见 但内线明星少 吴木一书一二伞 周期的防守影响力 相当于MVP的谁 统治力能否比见 当年指唤王拉塞尔 或者奥拉卓昂啊 统治力 防守影响力啊 跟当年的指唤王 拉塞尔和奥拉卓昂啊 奥拉卓昂 防守影响力啊 奥拉卓昂没法换防到外线 这点可能说 在当年的话看不出来 但是毕竟在天然这个时代 也算是一个致命伤 再者一点 奥拉卓昂 他在MBA呀 MBA什么环境 那地方还有麦克尔小胆呢 那地方还有那斯大中缝呢 人家拉着去跳投啊 包括小货 速度自快啊 奥拉卓昂在比赛场上 他肯定是有防守影响力 但他更多是一个 进攻队真正的大神 他防守队呢 他考虑到 奥拉卓昂 他整个真啥 DPOI应该就拿了一座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精力 都投入来防守队 周期进攻队 西分手 一场比赛就拿个 十三四分 十四五分 无所谓 防守队 而且周期相当冷静 尤其关键的 奥拉卓昂是MBA球员 奥拉卓昂周围的对手 也都是MBA球员 但是周期 是MBA级别的 或者说在MBA 起码去打个球 退下来的 周围都是西BA级别的 那你说 这是不是降位大级呢 你要说奥拉卓昂 当年来过西BA 他影响力肯定比周期 大多了 大没变了 但问题他没来过呀 那周期在 如果是周期鼎盛状态 他在西BA 就是调倒 现在目前的环境也一样 就外面也没有几个 敢于挑战周期的 包括当年 比尔拉卓昂也是 他在联系当中 有一个人 他防不住 那就是那个 皇帝张伯伦 张伯伦哪次打绿山军呢 他个人进攻输出 这块都不低 你看为什么张伯伦他后来啊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接受采访也讲过 大家都说 我打不了这个比尔拉塞尔 都把我防住了 其实你看 我哪年被他真正防住了 我哪一组西兰塞 我场均不是三十十分 之所以说 我是团队比他弱 包括他团队防守孝 我可能说确实的也能提到 但我不至于 就是被什么这个比尔拉塞尔 陷子 比尔拉塞尔真是 他单防那个 那谁 那个张伯伦哪 也没怎么站上坊 威尔特张伯伦确实进攻的很无敌 当时那年代也是吊打一切 但周琦在西北 暂时是没有遇到 就哪个内线军 能把周琦摧毁 没有 你说周琦好歹留下了 哈尔腾时代言怎么怎么样了 哈尔腾未来前景不可低谷了 因为哈尔腾 现在已经站稳脚跟了 下一份合同再欠的话 有可能奔一千五六百万 差不多有可能吧 反正哈尔腾混起来了 混起来了 现在才25岁 非常年轻 还有十年可倒 哈尔腾体格其实也挺好的 还有十年可倒 这叫哈尔腾 周琦当时也是点着位 说什么话 关键是个老受伤 那没办法 哎呀 批而不爬 假如墨期单子加墨期老瞻 再加墨期老大组成身体头 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请记得很急 单子和老大没有用 这俩 这俩一点用没有 那科比波兰特 如果这是墨期组队的话 我都不要了 我如果是主要练 我干脆就辞退吧 你别打了 因为啥 你上场就辅助 没有任何防守 命中率37% 你还是一个得分后卫 你这叫得分后卫吗 打铁后卫得了 改个名吧 别叫得分后卫了 这还得啥分呢 你命中率这么差 三分球你 投点拉框 你又没防守 我要你干啥呀 传球啊 你是组织大脑啊 你进攻都一点危险没有了 我何必要你呢 所以如果是有晚间可比的话 不留情愿 一切基于比赛胜利 第一时间赶紧辞退 别的我不要求 因为他要是打不了场 打上场打不了比赛 他肯定也会发脾气 因为毕竟周期 这个可比是个半 那如果是迈克尔小胆呢 小胆这种人的话 让他打个操溜吧 因为当时迈克尔小胆 有什么讲什么 不是一点能力没有 这你也不能过分贬积 你说当年那会儿那个迈克尔小胆 直接上啊 默契那两年 打的是拉胯一无是处 超级明星角度来讲 你跟罗布朗詹姆斯比 他肯定是拉胯 拉胯无比 但你要是让他干一个对那第六人 第七人的 我感觉也还行 也不是说 就完全能让你鄙视到那种程度 因此他到时候扮演什么角色呢 扮演一个 就像当年金正武士 对利文斯顿那种角色 这就可以 这最适合他 再高角色他都不一定好使 他迈克尔小胆 如果是他就生涯最后那两年 他的水平 极限就是克拉克森那个水平 为什么他年龄太大 全怕受壮了 没办法 就那会儿迈克尔小胆 真实命中率 百分之四十宝 啥概念呢 阿伦埃佛申拿得分王那年 最惨的命中的表现 都没有迈克尔小胆惨 你还不是得分王呢 他当时是场景出手 二十一次 场景得二十分 好像是 反而是出手 和得分都已经倒挂了 你就这种水平 你最多刚才潮流 克拉克森如果摆在我面前 毫无疑问交易 果断换克拉克森 搭两个次轮吧 换克拉克森 你要是不考虑卖票的话 一定是把他送走啊 你这种 他把那席上 扮演利文斯顿那个角色 如果有克拉克斯顿 如果有克拉 赛克 不对 克拉克森 作为一个替补的 备选方案的话 我肯定选择后者 不选择麦克尔乔丹 其实在乔丹 人家来表演的 表演的 耍猴啊 还说怎么的 你提完大妈 你上去表演 耍个宝啊 那叫表演吗 怎么个表演 你是不是直接就转呢 领的是不是 直接就转的合照 你在场上 你还打手法 那是要表演的 表演你打个地球人呢 或者你表演 你打扮演当年 那个白曼堡 你叫什么 斯卡 斯卡 奥斯卡 布莱恩 扮演那个角色 你没表演 老比什么默契啊 比是巅峰啊 比巅峰的话 麦克尔乔丹 他 中途不是两次 背叛篮球了吗 也是事实 中途两次背叛篮球 第一次呢 投奔了半球怀抱了 MLB跟NBA 有直接竞争关系的 也是个内鬼 当时那会儿 我要是NBA总裁啊 大发雷霆 永远封禁麦克尔乔丹 别来了 那你既然说 当时那会儿 我们整个联赛啊 大力培养你 各种广告宣传 包括 包括那旧赛季 烧成吹跑 对你有利 你心里没点数吗 结果 不倒了 打棒球去了 叛徒 我要是总裁 永久封杀 未来你就想再打 不要你 不好意思 不要你 你爱去哪去打 那你就去欧洲打去吧 你当欧洲球狼去吧 那他的荣誉啊 就锁定在 就是你 三个MVP 同时还有 三个冠军 高不上去 比拉里波德 不一定高 懂个六啊 那你懂啥呀 我讲的就实话嘛 他加盟的是RMV嘛 那两个联赛是有竞争管系的 那欧美地区那几大体育联赛互相之间都有竞争管系的 你给人家增加包容度 那这不是内鬼吗 球迷球的 你球的 谁球的 球迷有啥好球的呢 所以他不像篮球之神嘛 他得有点像棒球 棒球之神 棒球之神肯定不行 他肯定不够 库里玉平捧散 哥我和老板女婿对着干 是因为看不上的 他有点本事的 但我就是看不上的 我还直为底啊 就他有点本事 你还是看不上呗 看不上也很正常啊 为啥呀 你有本事你出去干去啊 那你是到插门 你说你 娶了个媳妇 长得帅呀 小白脸还如何呀 那你要真说有能耐的话 你出去大转宏图啊 你出去自立家门呢 没有 所以你要看不上的话 也不奇怪 那你可能就感觉 因为毕竟在社会上 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 仍然是 作为一个男人 那你多少 因为绝大部分家庭是这样 那不是说有什么偏见 而是绝大部分家庭 形成了一种社会潜意识的认知 每个人只跟在骨子里的 都会多少感觉 你是被人家包养了 作为一个妻子男儿 被一个被你媳妇包养了 你说你跟 在你这个亲家 这个家庭当中 跟个男虫似的 哎呀 其他人就感觉 你好像是人家家里 养的宠物似的 因此你内心当中 就感觉 哎 有点 有点不得劲 心里有根刺 当然你要是这种想法呢 我必须得跟你讲 严重错误 为啥呢 社会等人格有志 这种观点是很复古 很这个 迂腐的 现在的观点都不这样 你要是这么想 实事求是想 还是有点 有点迂腐了 当然你要是另一种想法 你是忌妒 那你就是更傻了 你是气人有 笑人无 你感觉人家这 活多潇洒 像你这样的 这个 各公司里 吃一碗下饮食 给人家打个下手 而人家呢 这个高官得作 骏马得起 并且人家能力又比你大 你就是忌妒 你是纯忌妒 纯忌妒的话 那更不可取 纯忌妒 我感觉你也是纯忌妒 是不是纯忌妒 应该是吧 这你是明显嫉妒吗 骆天一血摇 这个宇哥 简单预测一下 辽月纪武 辽宁 广东 集得开 总投赛 你觉得 比分会是几比几 之前有讲的吗 这还打啥呀 周期都不打了 而且上一场比赛 被辽王队收拾了 主场辽王队 把完整体的广东队 逆袭翻盘的仿之 赢了二代粉 那你还打啥 你哪有心情 这球队都烂透了 哎呀 今天现在广东队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是这么让人死亡 引进了周期了 战略性的野员 结果呢 你看人家赵瑞 干净转赛了 你再瞅瞅你 承认是这个队伍 完了 这广东队似乎说好运气啊 也耗尽了 就这个队伍 这队伍形成的一种什么讽气呢 有点 我稍微有点阳光 我太灿烂了 我感觉广东队 他有一种对内滋生的不良情绪就是 我只要说 我身体形状 我目前在系列下 我占据上方 我一定要贬损对手几局 这个风气太太长 因为你有时候啊 这垃圾画是个场上 就是双方之间 彼此攻防 几个回合之间 讲一讲可以 场下 通常你讲这话的话 容易支撑 交兵情绪 将一来交兵必败 再给一点 容易让对手挨兵必撑 没必要放这狂话 有点败人品